閘眼又到除夕,今31日港股緊半日市 雖然以昨日收市價計,恒指今年累跌1042點 但以今年逆下香港經濟之差,這個跌幅算是執新彩 更何況若然今年買著科技股,即使12月回吐不少 但都是跑贏大市,展望2021年,三大投資趨勢你要知 第一個要注意的是個錢字,所講的是今年多到爆了燈的市場流動性 明年可能是逆轉之年,即是市場上淺的供應會開始見頂回落 當明年全球疫情穩定之後,經濟開始復甦,各大央行開始要停止量寬放水 這一點足以影響股市交投甚至引爆資產泡沫 故必須要打醒12分精神,留意各大央行的貨幣政策最新取向 第二個要注意的是個稅字,由於各大經濟體今年都狂印銀子 舊市,政府財政赤字大增,明年要想辦法增加稅收 今年上半年見到多地政府說要研究立數碼稅 有高舉反壟斷其次,要科技巨企讓利,都是這個新趨勢的先兆 故投資者選股時,而被開受此影響較大的企業 免五中地雷,第三個要注意的是個季字 這裏所指,是隨著明年經濟復甦,物價將會上升,通脹會從來 今年疫情影響,大量產能限制,失業率高企,家庭收入增長低迷 限制了整體價格上升壓力,可明年這些情況或會逆轉 一則需求會逐步增加復償,二則生產未必好快能恢復並滿足需求 供需情況可能會出現緊張,再加上市場流動性 息率及匯率的變化,都有機會推升物價 故目前市場似乎低估了物價反彈的潛力 再說,美元持續貶值,港元與美元掛勾 今年港人小外出,未必就感受到港元的購買力變化 但進入明年,港人對匯率及通脹的變化感覺會趨強烈 可能會覺得什麼都貴,故在投資和選股上 要特別考慮物價回升的因素 始終今年都是多事之年,到了隨即夜 希望一切匹極泰來,祝福各位股民新年身心康泰 投資大豐收 投資大豐收 為大家繼續摸著石頭 和大家繼續摸著石頭 請願請坐